欢迎来到Super E-LF Station 昨天有位粉丝问我 先生,我和大家在一起快一年了 但是,我还是分不清到底喜不喜欢他 我们是同事,接触得比较多 慢慢地就熟悉了起来 有一次一同去上海出差 忙完工作,就在外滩逛了起来 他就很自然地牵起了我的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任由他这样了 后来,我们就成了男女朋友 但是在相处的过程中 我一直都是很平淡的状态 而他很多次也暗示过我 我好像并不在意他 我朋友也告诉过我 真正喜欢一个人,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问他,既然你找不到喜欢他的感觉 那如果让你离开他呢 你会难过吗?会后悔吗? 他告诉我不知道,也许会吧 我问他,既然你感受不到你自己喜欢他 为什么还会在一起呢? 是因为习惯,还是因为怕亏欠 才不提分手 他说就是因为我不确定 喜欢一个人 究竟会是怎样呢? 按我的理解就是 当你喜欢上一个人 你就很可能 不太会成为正常的人了 是的,通常来看 发自内心的喜欢是无法克制的 所以才会做出很多看似很傻的事情 虽然我们都会在成长中 一点点地趋近于理性 但是那种冲动是不会少的 就像 你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在某个时刻想起他 也许不会是哪些具体的事情 但你就会是想到这么一个人 你会在你开心的时候 想要和他分享你的喜悦 也会在你失落的时候 想要和他诉说你的委屈 你会惦记他 会因为战有欲 而胡思乱想 你会心疼他 会想要立刻地见到他 如果你真的喜欢过一个人 你应该会很确定 你是喜欢他的 不过有的时候有些人 反射会慢一些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问他 让你离开他 你后不后悔 毕竟很多重要的人或事 只有在面对失去的那一刻 才会知道多么的宝贵 但是 有的时候喜欢的感觉并不强烈 并不是代表着不喜欢 这里还存在了另外一种情况 彭阿夫和我说过 他一直觉得他是一个理性的人 理性到他觉得自己一个人 也可以走慢正常人生 后来他遇到一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姑娘 那个姑娘很活泼 短头发 叽叽喳喳的 经常会缠着阿夫陪他玩 当时阿夫就觉得这个姑娘虽然很吵 但人不坏 就以朋友的身份相处着 之后很多次姑娘有意无意义地表白阿夫 但是阿夫就觉得自己好像并不喜欢这个姑娘 但也不讨厌 平淡的就像是要好的朋友 姑娘因此也哭过很多次 问过阿夫为什么就是不喜欢他 阿夫说 那天他追问我 我有什么不好的 我真的是回答不上来 他没有什么不好的 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喜欢我 我有什么好的 姑娘说 喜欢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吗 我就是喜欢你啊 我就是想要对你好 就是会成田地惦记你 我就是怕别的女生把你抢走 我就是会吃醋多疑莫名其妙 但是阿夫面对姑娘的回答依旧不为所动 后来这个姑娘渐渐地就消失在了阿夫的世界 姑娘消失后的几个月 她有一次做梦梦见的那个姑娘 阿夫和我说 在梦里我好像因为什么事情特别的难过 这个时候姑娘抱了抱我 我抱了她就哭了起来 但是那种哭泣中 是有一种安宁感 我问她什么是安宁的感觉 阿夫说我说不上来 就像是坐了好久的飞机满身疲惫 终于进入家门的那一刻吧 阿夫和我说完这个梦后就和往常不一样了 她总会想到那个姑娘 想到那段时间姑娘围着她自己喳喳 想到一起去买过了一样的甜筒 姑娘非要尝尝她的哪只 想到有一次姑娘重感冒后重重的鼻音 她突然想去问问这个姑娘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 于是她鬼使神差的打开那个姑娘的朋友圈 但是那里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 阿夫问我 我究竟是怎么了 我说你喜欢她 她说怎么可能 如果我要是喜欢她我们不早就在一起了 我说就是因为那个姑娘对你的喜欢太强烈了 以至于你只知道她喜欢你 而你却没有仔细地想想你是不是也需要她 就像你的那场梦 她所能给你带来的那种安宁感 被她很喜欢你的爱意所遮蔽了 所以当你失去她后你突然发觉你少了这种 只有她才能带给你的安宁 后来阿夫去找了那个姑娘 但是那姑娘却不再像以前那样了 时隔多年 阿夫在和我提起这个姑娘的时候 我说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我曾懊恼过我要找的人 怎么总也找不到 可时过境迁才发现 我已经和她 永久地别过了 所以 喜欢是什么 爱是什么 我觉得喜欢就是想要靠近 而爱 是不想失去 虽然在相处的日子里 你感受不到自己对于她那种 喜欢的强烈 但却从来没有排斥过和她在一起 可是 当你失去她后呢 这个问题 很难会让人做出决定的 毕竟有些认知是要建立在失去的基础上的 可那以后 就又为时已晚了 就像喜欢阿夫的那个女孩子 我想 她一定是在冷风里站了许久 才不得不说再见的 毕竟 没有人愿意耗尽期待 毕竟 没有人愿意永远徘徊 日落归山 飞鸟归林 要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 都会幸运地再次遇见的 晚安 你和世界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